级俄罗斯的 卓拉这位选手呢 特点特别明显 他做动作很漂亮很舒展 而且质量很高 跳上 纵劈腿跳 接一个狼跳 这是为了满足 体操动作的要求 环身前攻翻站目 一大祸 前团比后团难 小翻拉拉提 分腿跳转180度 分腿的开度不到180 交换腿比叉跳 团身后空翻站目 运动员要想把 原计划完成的动作连接起来 当中不能有停顿 犹豫和多余的调整 单腿的转体360度 这里要求你的自由腿 平行于木面 低了会被降组 挺身前空翻 单脚落 接了一个侧空翻 现在这样的空翻动作 单脚落和双脚落 可以被视为不同的动作 所以呢 不算你重复 但是跳步 如果单脚双脚落的话呢 没区别 都是算的是相同的动作 结环的 交换腿的结环 劈腿跳 这个很难 是一组 要下了 后团两周下 往前蹦了一步 可以说 祖拉这名运动员 完成平衡木 没有他在完成 自由操项目上 那么漂亮 因为自由操 我们说了 他上场 都是扭着上去的 因为自己 首先要完成 你的技术动作难度 所以比较紧张 整套木上动作的 舞蹈动作完成的 也比较牵强 因为我们知道 这名运动员的舞蹈表现能力 是非常出色的 应该说 祖拉是比较老练的运动员 其实他前面 这个前空弯落幕 是有一点失重的 但是他对自己的 感觉都非常敏感 然后他调整得非常快 非常好 所以让大家几乎看不出来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或者可能会引发 重大失误的一个落地 那第二个动作 小范拉拉提 其实他也不是 落得很稳 但是他接下来的 这个弥补动作 做得很到位 所以几乎让人看不太出来 是的 这就说明一个运动员 场上脑子很清楚 他明白什么时候 要努力地控制好自己 因为我们知道 掉下期限0.8的话 是多么大的失误 因为0.8的话 它的分值 你要做多少个动作 都连线不上 而且现在每个运动员 对起评分都很重视 都希望起评分高一点 但是起评分高 是为了整套动作 能够得高分 是的 如果失误多了 等于是起评分高 再高也弥补不了 你的失误 对 所以说难度和完成质量 永远是大双刃剑 14.675分的成绩